其实每一年的热气球季呢 都会吸引不少游客来体验 但是风速太大或者是气流不稳定 都有它的危险性 因此呢想要一元 遨游天气和飞行梦 这安全少不了 遨翔高空要尽兴得先摸透热气球飞行的危险红线 风势太大不能飞 不稳定的对流也容易出现状况 像这样热气球篮子碰到树叶发出摩擦声响 对于第一次搭乘热气球的民众来说 还真的有点挫 这副飞行员专业分工 手持室的高度温度测量器 要随时检视飞行资讯 下一步要怎么飞一切随风 得看老天爷脸色 确认这些装备是合格的装备 可以承受这么大的力量 这是原厂的吗 这是原厂的 但是像我们回来我们都会把它做mark 一般热气球能承受的极限 是每小时风速不超过27公里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台湾只要超过12.6公里 相当于四级风 就得取消飞行 气温更不能超过35度 所以清晨和傍晚最适合飞行 风吹了30度以内 我们都可以起球 45度以内可以做细流 超过45度 我们就会下球 确保乘客的安全 一旦准备降落 就得停止添加瓦斯降温 接着拉绳索收散 这时候游客SOP要牢记 双脚弯曲保持平衡 等到着陆后确定安全才能跳篮 想体验遨游空中的快感 不管是细流还是自由飞行 都得遵守飞行员的指示 才能安心享受遨游空中的乐趣 记者张贝兹台东报道